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看望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报道的 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和新闻工作者 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向参加大会新闻报道的全体新闻工作者 表示问候和感谢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光明日报社 经济日报社 中国日报社 中国新闻社 法治日报社等单位负责同志 及一线编辑记者代表参加活动 赵乐际指出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有关部门和主要新闻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守正创新做好大会新闻宣传工作 为大会圆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生动记录习近平总书记 与代表共商博士的热烈场景 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 坚决拥护和忠心爱戴 二是宣传阐释中国经济的韧性活力 和广阔发展前景 推动全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增强信心和底气 三是即时准确做好会议程序性报道 充分反映代表审议发言和提出的议案建议 扎实有效做好新闻发布会 记者会代表通道部长通道开放团组的报道工作 四是精心策划组织展示了可信可爱可敬 充满活力的中国形象 赵乐际强调 希望新闻媒体积极做好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宣传报道 讲好中国人大故事 中国民主故事 中国法治故事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舒磊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等一同看望